今天到爱丁湖镇来吃烤全羊 吃新疆羊肉都选楼兰羊 这边是美食小镇 从吐鲁坊开车过来大概20多公里 过来看一下 这里已经排了很多人在这里 排队 这个是排队 羊肉可能在炉子里 那我们坐着点吧 他们可能是打包的 很有特色 还可以坐在床上面 就是要拖鞋 还可以吃拌面 这里面是人家的家 点菜在哪里 所以各位说可以 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他说可以 在大厅里面也可以 哦这里面也可以啊 这外面也进去 那我们就坐这里吧 我们点个菜 又来一家人 哦他那个都要在这里去排队 哦那我去拍吧 还要摇一下 还有就是拌面 要是在排队 羊肉没吃到人都中暑 这边有卖葡萄的 卖酸奶鲍冰的 这些酸奶鲍冰看的 火烤熟 一开和田就没有吃过好吃的酸奶鲍冰 这些酸奶鲍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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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吃的 这些酸奶鲍冰的 我来一下 能吃吗 如果是很酸 我来一下 我来一下 你吃的 回家 西威尼环 5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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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powers知人 一二十公里 那个要点纯 要点白 要一共多少 我多了 就这点 我一时冲动了 要一公斤 好不好 估计有点够呛 不能吃不饿 羊肉味道很不错 虽然买了一公斤 但是我们还是吃完了 主要它羊真的是肥嫩多汁 这是我们吃到最好吃的羊之一吧 烤全羊 不需止刑 但是它就是厕所换厕 所以我们只能赶快出去找厕所 在路边买一些葡萄干 这葡萄干还挺甜的 只有7块钱 哈密瓜也买了一个 5块1公斤 有些香花吗 我也喜欢这个 其实可以卖 2百1公斤 1公斤 1公斤 一公斤 哇这边 这边的葡萄田是不是你的 不是 哦 里面在里面 能不能到里面去摘 摘了然后再撑 可以啊 在哪里 在前面不远了 30米 30米 哦好 我问一下我的小孩想来摘葡萄 摘了里面算多少钱一斤 一斤十块 一公斤八块 哦一公斤八块 哦好好好 是什么品种 那里面 啊 五花白 五花白 不是这种哈 不是 不是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哪种 哦 就这个 哦 这个本来 这个我刚才尝到的嘛 这个五块钱一公斤吧 有没有 不一样啊 嗯 这个 这个你现在卖多少钱一公斤 嗯 这个卖多少钱一公斤 小孩想摘葡萄啊 哎 实际上在这里让他们下来摘也可以啊 因为摘葡萄沟摘葡萄全是套路啊 说是五块钱一公斤 但是逼着你要买他的葡萄干啊 卖的很贵七八十一公斤 一公斤 因为在这些地方可能还好说话一些 吃了羊肉 再在网上找到一个和田酸奶粽子 我离开和田以后真的是 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酸奶粽子呢 每个地方都是差太远了 这一家再来试一试啊 实际上这一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和田待的时间太短了 只待了三天 早知道在那里待个一个礼拜半个月都可以 吃的是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是最好的 这个无花果酱是八块啊 这个草莓酱七块 七块 他这个给的酸奶 比前面几个地方要多一些 但是跟和田可能是没法比 还有 还有那个 可以啊 最近啊 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狗血的一个事情啊 作为吃瓜群众的话 看到这种事情真的是 又好气觉得又好玩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两位年过半百的主人医师 为一名二十多岁的小护士大打出声 其中一名主人医师 率领社会人士若干 把另一名主人医师打进了自家医院的ICU 据悉 此名美女护士 与两位年过半百的主人医师均有染 其中一名主人医师为美女护士 以购买别墅移动 晚起了金屋藏郊 另一名主人医师呢 则为美女护士购买了宝马汽车一辆 事发当天 正是因为别墅哥去了别墅里 正准备与金屋阿娇缠绵 不巧 撞见宝马哥在别墅里 以和阿娇提前缠绵 明显接触现登 于是冲冠一怒为阿娇 但别墅哥可能深知自己已经年过半百 单枪匹马与宝马哥PK可能力不从心 于是收敛怒火 第二天率领相拥 在自家医院对宝马哥围攻 但宝马哥其实也是年过半百 牢记福利 抗击打能力明显不足 被围攻之下节节败退 并身负重伤 无奈只能住进自家医院的ICU 摄死程度基本已经满级 这又是大别墅又是大宝马的 看来社会民众还是低估了白衣天使 看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新闻 更是一个社会新闻 让大家又一次关注那种白衣天使 他们为什么收入那么高 又是大别墅又是大宝马 还为了争夺小护士大打出手 也看得出来这些人医德到底怎么样 具体这个事情在网上还看了一下 连三个当事人的照片 现在网上都已经扒出来了 小护士确实还是很有几分之色 两个副主任医师 一个长得帅的 据说被打进了ICU的 就是这个长得帅的 是急增科的副主任 然后这个普世无华的 是口腔科的副主任 据说是人狠话不多 口腔科干的都是利器盒 比如说拔至尺 所以说最终干架是他干瘾的 基本的情况就是小护士 脚踏两只船 并且小护士 现在已经逃回老家重庆了 所以这种事情的话 实际上就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事情 为什么医院的医生收入这么高 我们在医疗方面 老百姓叫苦连天 就是看不起病 但是同时医院的医生收入又这么高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要知道世界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免费医疗 像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穷国 就我们身边的 比如说像泰国 比如说像印度 都是全民免费医疗 为什么中国不行 中国难道没钱吗 实际上最近北京大学 有一位李宁教授非常让人敬佩 他实际上一直在研究这个事情 他认为中国实行全民医疗只需要8000亿 但是现在中国人花在医疗上面的费用 达到了9万亿 并且还不堪重负 具体什么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他最近做的一个专访 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这是今年一月份 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 叫Richard Baldwin写的 人类历史上没有像中国 这么强大的一个工业化国家 什么都能生产 我们这么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了 我们还没有给老百姓解决医疗的问题 我们只能铭心自问 我们哪里错了 已经已经不是个经济问题了 你是有这个财力的 对不对 那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一定是你的管理上出了问题 或者说其实是理念上出了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真正认真去推 他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改政府 政府在改一改的同时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的再分配 好像没有谁敢去触碰这个高牙线 因为一利益再分配 你就触动太多的利益了 高的人就无数啊 其实花了很多钱 花了太多的钱了 我们当年做医改方案设计的时候 八千亿全民免费医疗 现在九万亿了 你连毛还没摸到呢 那这么多的钱去哪了 各路人马呀 你想想多开了多少药啊 多做了多少检查呀 你抓一个什么院长就可以有几个亿呀 抓一个什么什么就就一百套房子呀 太多的人得了不该得了这个钱 我们的医疗费用一直在不断的上升 我们做了研究 在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增长 超过美国 超过英国 超过德国 超过法国 上升非常快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近九万亿一年花在医疗费用上 我们现在医保的报销比例 国家医保局也刚刚公布的嘛 就是在报销目录内 居民医保大概能达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真实的报销比例 就是还有很多是不在报销目录内 大概应该就是一半百分之五十 我们现在医疗费用上升太快了以后 老百姓要付那个百分之五十 对他们也是非常贵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医改在不断的推进 但是老百姓的痛点还是没解决 就是看病贵这个问题 看不起病 可以给自己的小山买别墅买宝马 这就是原因 并且这位李林教授 还带领自己的团队 当时是做了深度的调查 调查中国的医疗 我们可以看一下真的是触目心境 当时带了十位研究生 我们分两批下去调研 而且没有找任何当地的人 我们就是都装成病人 到各个医院去看病 然后那个报告就是我们的调研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 哇老百姓被宰的简直是都不知道 因为每家医院都要创收 都要抢病人 就是小病大致 过度医疗简直到了就是触目惊心这个地步 我们去一家医院 我们在那个报告里面都没有写 就是太赤裸裸了 就是他基本上产妇百分之百的破腹产 其中有一位产妇到医院门口就生出来了 就送到医院门口就生出来了 院长全院大会点名批评那个医生 手脚太慢 把利润流失了 破腹产更有利润 当然啊 破腹产离是手术啊 要用药啊 要住院啊 你就想想这老百姓多哀 多受罪啊 但老百姓不知道啊 那事实证明我们就是 这位教授说的话 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啊 因为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都有就医的经历啊 带着家人啊 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 经历的这些遭遇啊 跟那个教授说的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医疗啊 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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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